SGLGD 挑选英雄 看一下 老干爹 这边还剩什么厉害的英雄 毒狗这一把是被放了出来 毒狗还在 这一把 老干爹会选毒狗吗 毒狗小小 还剩十秒 怕 一个潮汐吧 不会 还剩五秒 请 请 独狗 挑选英雄 陈 放套路了 大把炮成没选 小小有点扎实啊这两兄弟 这两兄弟前妻很猛好吧 小小前妻也是前妻节奏英雄 陈有推进能力 这两兄弟有点厉害啊 潮汐啊 毒狗潮汐啊 还剩十秒 毒狗潮汐 人马还是潮汐的 还剩五秒 或者说他们不会就是后面拿兵女来打成吧 我记得之前有队用兵女打成前妻 打他那个野怪 兵女加毒狗也忒唇了吧 讲道理的这一 这一选潮汐可以好啊 潮汐可以 潮汐克成克克成的推进还是可以 杀我 SK也不错呀 可以埋杀 SK这个英雄唯一的缺点就是线上路 以及中期啊 防推进啊各方面都是不错 他需要半点大哥好吧 比如说上什么 有可能会拿优鬼啊之类的 你像OG 是吧 而且安娜的优鬼是他绝活呀 还剩十秒 如果POM不办的话 这把可以拿SKPOM的组 顺便射成的宝宝 请OG POM还可以 有鬼被办了 有鬼被办了 POM不被办的话 拿个POM 其实杀王怕敌法好吧 杀王真的蛮怕敌法的 大王线上怕好的 但他们有毒狗 敌法有点怕毒狗 对感觉现在版本的毒狗打敌法 感觉好容易啊 还剩十秒 以前就克 关注 关注杰克控就没了 还剩五秒 现在敌法反应 他反应快 他可以开护盾反观你的 那也是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克吗 我觉得还好 敌法怕强控 怕强控 我再打个比方 比如说他这个控制是没有强控的 独狗就算先从关到敌法了 是不是出来杀王接穿次 他怕 他出来的敌法第一瞬间 他怕牛头这种 牛头这种远距离板的接控 好吧 敌法就对对对 牛头这种他挺怕的 但是 老干爹最舒服的还是 拿到POM POM的话就还好 关键 关键克敌法 POM光头龙都可以 POM打成会好一点 前期 成招一个宝宝射一个 请 PSG LGD 他们搬了石石鬼 想拿船长吗 这是 不应该啊 他有小小了 小狗打小小还可以 小狗打小小 小小和成都还是有一点东西 老干爹应该是POM LINA吧 如果他这样想杀王的话 哎 就是独狗这个英雄啊 也可以像昨天李奎一样 好吧 用PK来打 有有概率啊 有概率 OG 禁用英雄 老干爹这边是5号位跟3号位 下一手应该是要补试了 OG先选 OG也要补降游 成熟 还剩5秒 小小现在一般都打23号位 没有搬迪法师 这边也没有搬POM和LINA 就看选啥了 就看选啥了 应该 应该POM要好 这边回来是 OG先选 这把大哥办得一点多好吧 幽鬼虚空小狗都被办了 M1 M1还是小娜甲 这把会去PB这个英雄吗 这把 没搭他的英雄 小娜甲的话就配双头龙呀 4号位 请OG 枪选英雄 这把会出TB这个英雄吗 看一下 嗯 有可能 这个英雄是有上场资格的 炼炼金 炼金 前期一个强力的打架英雄 对 老干爹要选POM 真的要选POM POM能进炼金野区 没事射一箭 LINA是进不去的 LINA进去回不来了 他没事把大野射了 而且还可以克成配杀王 请OG 佛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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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龙那家 他那为什么不先拿 那家呢 他那家也不会被抢 那家也不会被抢 他是拿双头龙 他就是想拿小那家了呀 对他就是想拿小那家 体系啊 干爹之体系 也有可能会是TB好吧 还剩10秒 小那家他应该是 还剩5秒 价格要大一点 这把OG是十手啊 十手中单 他这一手不是杰瑞克斯的 杰瑞克斯 纳比克啊 这把纳比克还挺好发挥的 SK的戳 双头龙的冰 请PSGM 我感觉这个小小 有可能也会是4 好吧 也有可能会是4 中的可能性会大一点吧 意思是打到后面DS 这个英雄又出现了 还剩10秒 还剩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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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捧场 哪个你的合 大哥 这手应该是大哥 试问 尝尝 来了这个英雄感觉大崩 他试问估计就是想着打DS 是,好打 误文打DS,无解肥 无解肥 但是有个问题 误文是一个前期偏刷的人 他要刷 炼金也是刷的,等于说打对刷 还剩五秒 跟炼金对刷啊 或者说老干爹觉得这一把就是不怕炼金 打到后面有毒狗可以 稍微针对一下 感觉老干爹可以来一个中单大声好吧 老干爹有没有中路核心 又能打炼金肥的呀 隐魔 隐魔打炼金 无解肥 隐魔他们就是狭狭中单了 如果说 老干爹拿隐魔的话 自己把大神办了 挑选英雄 他们也觉得这个狭狭是4呀 办大神 对他觉得像酱油 蓝猫火猫 蓝猫火猫 低调个合 尾合 火猫中路打小小有点 有点难打 蓝猫也打不过 龙骑是 这两首大哥说话点的挺一般的 龙骑和时温都挺一般的 感觉 前期的战斗力有点弱 就烧耀不 烧耀不了炼金啊 给我的感觉就是老干爹这个阵容啊 他们过完对面期什么炼金什么五级专业 你不好烧耀他 进不了野区 他们只能快速的拔外塔 他们只能快速的 把三个外塔给拔了 但是进不了野区老干爹这阵容 老干爹的阵容 拔了中塔就能充业啊 不过OG的阵容也很奇怪啊 OG四近战 打杀王双头龙 十问 龙骑 整体看来 还是老干爹的看得舒服啊 他OG是四近战啊 四近战冲过去 被什么冰封路径封一下 不是人杀王啊 这个烈速 杀王 要小心一点 好吧 这把老干爹的烈速度要小心一点 他这个是爹死先跟白牛烈 然后领个套 直接踢下路 来杀你 保链金的 对 他先跟他烈嘛 混到个两机 领个套 就来来下路 锤里 老干爹的阵容就是前期很缺输出 他没爆发 只能推塔 就是龙骑和双头龙推塔嘛 就是做好了打后期的准备啊 老干爹的阵容就是做好了跟你打后期的准备 跟你对刷呀 是可以保一下下路的练军 但是上路的裤子会挺难受的 你也是白牛 FY的一个四号位双头龙 这把对了 看河道有190的配偶床 那可能是还没开封的 还没放进呢 结局可是是白牛没圆盾的好不好 他买了 假眼跟雾 不过鸡这个阵容其实打起来 我看一下挺难打的 挺难打 他们这阵容就全靠这个链金啊 他们靠蟒的 他们就靠虾臂蟒的 好关键控制多 还有反手 他们这边先手靠蟒过去的 SK挺克OG的阵容 但是爹死也有点克老干爹好吧 爹死他那个什么什么拉墙 他说加速 拉墙都很后面了呀 在中期的时候他拉墙等级不够 中期杀王双头龙都很客奈 好干爹这边一波雾看能不能抓到上路这个层 该是抓不到好吧 痰-咳 啊这个眼是来 看分路的好吧 他们不想让他闭 三十秒後战斗开始 又差7 他差了三道旗是不是想告诉对面这里有三个人呀 三个人才能差三个旗吧 这是什么情况 结果可是单卡了一个屋 想偷服 他是干嘛 他要偷眼吧 老干爹这下屋没占人呀 能抢到三个服吗 室温区捶一下 哎破屋了 你关键这个屋白开了 征战号角 想撤全场 哎被卡位了这边M1不敢上 是双服吗 这边两个服 这个练金要去哪 去上拉上去了 拉上去 他想多吃点服啊 他觉得在上路抢不到服呀 是白牛 其实拉早了好吧他可以等练金先买个补道服再拉上来 哎呀中路这边没必必被打残了 哎呦上路 NOTEL要死 NOTEL 他买圣经把自己买死了 看下谁的医学 他在拖时间 他突然没绕过去 他要死要死 他又在拖时间他给炼金 拉补刀时间你看他就送 送他 送了 他炼金在现场补刀 用命保炼金发育 拿医学换 这种情况下我感觉煞王都早点回线好了 浪费了好多经验了 我感觉 让我早点回线下路打起来了 这一遍 断兵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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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爆死了 暗门开局 有毒狗在不可能让你断兵好吧 这波双头龙踢下了好吧 那这炼金就空谷了呀 炼金好开心啊 补的 那波追尘让他补了好多刀 可以杀王不追尘让双头龙自己追的 因为尘也没状态了不死也很难受的 这打炼金就舒服了呀 炼金就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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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个远程怪的话去屯野的 练金等级好高啊,三级多,经验都不分 练金这英雄很吃点击的 找个小巨魔 这好像是怪物练金啊,补刀又 诶,他没招,等级又高 他要先屯这个,他要先屯这个,他要拉野 他其实可以招了去屯中野 变,DS白牛,碰到三兄弟,还是没有脾气啊 完全没脾气啊,碰到那个,还有这个猪狗 猪狗专门挂这种 有机会吗 四层,哎呦走了走了,不行了不行了 东路龙骑和小小不到差不多 小小,还有几个兵 不限拉野 好,他已经招了小巨魔了啊,看到没,野区 要开拉野了,不过被眼看见了,好吧 他去三角区拉野了 好美啊,可能觉得 这里的不安全,三角区的安全一点 我看他上次是在这里拉的,你知道吧,上次 舒服一点 好美,三角区的框真的比安全,但是他没有拉 拉了拉了,他是一人拉一波 拉了啊,还拉了 剑上等级狗专 还要这样刷吗 这样刷挡不住的会,会成怪物炼金 不会也没办法,因为你下路 压制了那个 超级怪物我跟你说,你看他是怎么刷的 超级怪物,十年级是个超级怪物 蛮薄 哎哟好舒服 我应该思路思路错了,双子龙不应该去打下,还是应该打上了 他好像是 想踢下去杀,但是没想到不需要他 他都准备 不双糊弯了,直接单糊弯了 那个了 魂剑 肯定不双糊弯了呀,他有魂剑 他太肥了 这边也去,还要继续屯业 五分钟的赏金符 老哥,你能够三个吗 能不能四伏 四伏 五分钟向位魂剑护啊,我的天 卧槽,他老人在把的椅子 这币好贪啊,他想现野双收 这边三波大爷 终于白牛拉失败了 卧槽,他还探到两个 他探到两个小的 尖秀 这把有点不对好吧,有点不对 这边白牛拉了半千,一波都没拉到吗 没有,白牛拉的被那个DS打了,偷偷的 打掉了是吧 是 三波,还要有三波,三波终于也被打了好吧 他被他偷了 夜眼军团全面加固 这个中塔很关键好吧,加油来护一下 雕哥来吹了,雕哥 天辉下塔正受到攻击 雕啊雕来吹塔了 上路有个服务,蛮逃逸的 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 诶,露泰尔 诶,小小一战 不能乱搞,不能乱搞,他想丢 诶,下路双头龙 诶,绝克斯 没死啊 诶,TP 很关键 很关键 在这个人吵 S发育的好呀 6 发育的好呀 他打了什么野呀,他偷野怪了 他就是这个塞 三人保就没保出效果呀 他要死了吧 他要死 他要死 这一波 这波6级的DS 他哪子 有炼金这个野区舒服啊 有四波大野然后这边再继续囤小野 等会过来直接发财了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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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再拿一波 自己还要拉 拉不出来了吧 他这波也一听经济感觉直接就 快6000了 快6000了 感觉 5500吧 还好没有那个巨魔怪好啊 还好没巨魔怪 5500左右 还好都是熊怪,我跟你说熊怪是 熊大你看两波熊大熊二 熊大熊二只有两只 人马都有三只 你看他左边那个中野啊 中野 中野没石头人呀 中野发财了 没石头人也还好吧 打完估计快6000了 他要是来个什么巨魔啊 什么 对的 他他妈这么发育 等会真他妈逼10分钟 不要了 上出陈 冰柱 跟着面杀戳 白杀 应该能死吧 做保稿了呀 白牛TP死没那么伤 陈TP死就伤了呀 是的 走出来 他自己拉的不远古 天灰下塔正受到 8分钟5天6 我看10分钟潜伏了好吧 他这个回药速度就是 天灰下塔已被摧毁 这里也有两波大爷和两波中野 上面又给他拉了 不过AME也很肥好吧 8分钟点击手的室 他这个感觉跟BG的链巾不是一个链巾啊 是吧 他这个是套路 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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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把老干爹就是准备跟你刷后期了 你看没变 他点进手 他出 他龙骑就是点进手 他龙骑从来就是点进手 他龙骑就是点进啊 但是这把DS白牛并没有压制到 DS没有压到 而且炼金无减肥到时候炼金的节奏快 出来的话配合DS白牛打架应该有点凶 炼金可能会10分钟灰啊 10分钟吃完赏金好吧 看能吃到几个赏金 他马上10分钟灰到了 吃完赏金有可能10分钟灰到呀 哎这个白牛干嘛 想吹 有吹 嘟了一下我唱 打不死 香味 抢服了 哎呦没拼到 10分钟的神经很关键啊 这个炼金的节奏 他已经灰到了快10分钟 灰到了10分钟灰到呀 10分钟灰到炼金 出现了 他妈风格不是我们两个的问题 10分钟灰到 好肥啊这炼金 你们两个一个人能让这个炼金快一分钟 他是10分钟 一人快半分钟了半分钟 哎还服还被吃了 3服 回来了 已经回来了 已经回来了运过来了 炼王这边吃的可能不太好 哪命吃不 10分钟灰要的炼金 啊这个 他这个应该是这次TI最肥的一个炼金 这一把炼金只比我们那一把 少了1000 是的 9000了 不是 他这个灰要是全款啊 这个灰要 10分钟少1000就 全款买出来的 对吧 对吧要被这个炼金一个人给垂了吗 感觉 哎这波10分钟手塔带了个灰要的炼金出来 我操 哎 还好有多个 哎 他可能 哎呀开出大了 不变身有机会 他们灰要关了 被关之前 没大这一波有大就好了 我被炼金冲锋了 我被炼金冲锋了 他这个炼金 他带套子加加速 他带套子加加速 刁哥他刚刚把灰要关了吗 对他被赌过关之前他把灰要关了 马上BKB啊这个炼金14分钟撤到BKB在你脸上 在你脸上发抖啊 马上BKB 熟悉的节奏 熟悉熟悉熟悉 FY我觉得这把不去下是好的他去下是个败笔 他不去下就好了呀 DX上后可以压炼金的 他不去下的话炼金现在说不定才刚他妈准备回呀好吧 就算后面那么刷 这种炼金太肥了 不要呀要压的是炼金呀你把DS白牛打再惨都没用呀 DS就一个套子 别加速 关键没压到DS白牛并没压到 这DS就有机 好吧 上帝开始接管比赛 接管了接管了这把已经被他接管了 哎又来了中路 上帝到后了不带队不带队 走了走了不带队不带队 攻速好吧安娜是假的攻速 实际天赋 他他妈看天荒不对直接就跑了 这查理斯大鼓勒还挺关键的大鼓勒 对面全是他妈的奶和那个力量 我们已经够肥了 连金他妈怪物肥 这不跟刁哥那个一样需要拖到诗问跟龙旗双bkb 就能打好吧 但这段时间有点 我跟你说他要一定要说大后 但是就怕拖不到大后 连金是不会给你打大后的 连金 连金只要一有那些 bkb啊跳到啊 只要有了跳到我感觉就抓着你打 现在老格尼就打防守呀 他们就是打防守 跳到bkb了 但是这个连金是20分钟带你走的 他20分钟那波太强了 他20分钟会带强袭啥的 来给你打的 感觉都不用20分钟 强袭都不用 他20分钟估计是跳到强袭好吧 跳到强袭回到bkb 20分钟那波太强了 这个回三角形刷了 他还吹了你的线 给你压力 他打架有城 他只要他只要刷就行了 打架城会不会拉过来的 这波一刷 bkb了 bkb了然后城会拉他14分钟啊 bkb 14分钟都不到 哎中路 这边双头龙 不过来一下两下 买活了 哎哎哎 查理事 哎 bkb bkb了 哎 金屎也没了 完了完了完了 出大事了 炼金啊 还在追还在追 M1非常危险 根本挡不住 这种铃金根本挡不住 而且他们是充电的 有白牛爹子这种加速充电 你根本跑都跑不掉 天徽军团全面加固 这种鲁解肥炼金配上团队装充电 我操生他妈难打 天徽中塔已被摧毁 直接打盾吗 直接打盾 14分钟 在这个刷子的时间 接不了呀 现在老干爹接不了团呀 时候没大 龙气没龙 老干爹看想着能不能多吃点符 来15分符 看能不能把下路两个吃了 没人去吃啊 下路符 一个符都不给吗 那没F4了吗 符盾都不给 那打完经济可能就直接来到1万了好吧 这个爹是下路这个没吃 哎呀这个炼金 炼金也太吓人了呀 跳刀了 跳刀了 还有这里有个扶持 直接跳刀 带盾强袭上高20分钟 没输出呀老干爹现在 杀王是鼓了个大骨灰 但是这个大骨灰 他没能量 阿是炼金其实有BKB了 没那么怕 因为他太肥了 小小也快跳了 上路过这个塔感觉 炼金一个人都可以推掉 他想直接强袭上高地啊 来了 跳刀都不做了 应该是不做跳了 他 他有推吗 他想这平推吗 他想强袭上高了 他没敌了 他快 他快无敌了 20分钟就要打到老干爹的高地了 16 16分钟 1万6 我感觉上高地都不需要20分钟 1分钟1000啊 他现在就是1分钟1000啊 18分钟就上高了 6分钟16呀 他马上强袭 17分钟强袭吧估计 17分钟强袭 18分钟上高 应该是这么的一个节奏 龙骑这边才出了点精 最近要上你高了 真的没点多久 还是炒了些 哎 龙骑还被留 走 这边先秒独狗 直接被秒了 梅币也走不掉 风口火 完了被关了 被关了呀 队友赶快救一下 冰坡路径 梅币能走吗 掩护车 他要追 又是VTR连 杀完也赶过来了 但是救不了梅币的龙骑士 那应该还会追吧 我追了 不知道 这个陈奇连了 M1 射出去了 这边独狗过来救一下 但是白牛放了过来 这边关到链金 这个幻象很强 链金这两个幻象能不能敲死两个 再一个字 DX也赶了过来 开出了BKB 充联了 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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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金无敌了 炼金强死了 杀王也被打零套VTR连 独狗赶到来 杀王独狗死了 独狗活了 独狗也要死了 杀死了 杀死了 零个强 有大骨灰 还有盾 烫水了 他还有盾 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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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这把没了 强袭了 一波 一波团跟一个大姐 一波团跟一个大姐 必须给你打 早前看到这个年轻脑壳都是晕的 真的没办 真的没办 那把 不讲道理了 这一波练就死了 很关键了 A死了 哎呦他B颗B好了 没办法 他大到回旋好快 继续赶到战场 他真好BKB好了 天徽中塔正受到攻击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太肥了 决策性失误好吧 感觉这把是 放这个炼金 无解肥还是 打不了 压一下炼金不让他这么肥 应该还有得打 他主要是野区也进不了 这本炼金就是线上无解肥 野区无解肥 再看还是破目比双头龙好呀 他武器也去溜 溜两圈 收大眼 双头龙这个英雄还是压制性不够强 他只能 压制性不够强 这边又摇了 打了一个胡炼金就杀过来了 炸到了妹币 妹币 妹币要死 要被丢回了 他都死了 他两个 两个的钱都要 我感觉 他肯定要鸡了好吧 他肯定要鸡了 他肯定要鸡了 妹币已经崩了 你看他经济 应该是要鸡了好吧 这把没有机会了 感觉 他这一波挡不住呀 推过来怎么挡呀 当炼金十分钟会要的时候 这一把 基本上没了 基本的一把就没了呀 不好输了呀 这种炼金太肥了打不了的 十分钟会要 十三分半 逼克逼 反应是十三分钟 就是二十分钟打你高地的 看他一个人玩都没办法 他太肥了 天灰上路兵营已被催 超不解肥 炼金 老干爹还没放弃啊 还要再打一波 他在等斯文BKB打一波 好吧 这一波打不过 他们应该就恰鸡鸡了 老干爹 就看这一波了 不好他是不是要起个雾打 还是直接大王的塔上卖 这雾不开也是浪费啊 开雾说不定会找到一个气 打个坚守 我感觉他们想守着他打 现在没跳到也不好打新手 但是炼金再跟一个龙心的话就这样 龙心 他稳他也才稳了 二十分钟 四格神装好吧 三千雪 在老干爹脸上 老干爹控 控五秒都打不死 感觉有点绝望的啊 感觉 冰柱 不敢杀 打不死炼金 哎 哎这边 上头龙被秒了 DS也拉强 没变了 哇有纸一样 可以进了感觉 两个人都没死过一个小小一个链鸡 709 来小小又是一个VT20秒掉毒狗 哎呦 哎呦哎呦 完全还不了手啊 还不了手 打法太有问题了好吧 对面显炼金 灵阵队 决策性失误啊 而且他这个龙旗也补得不好好吧 最后一手龙旗补得不好 龙旗补出来就进不了野区了 这把兔兵啊 那个死温变娜家然后龙旗再换一个还有的打好吧 那个娜家也无解肥才有的打 对龙旗跟那个死温都没补好 12号位没全好最后两手 他这个兔子往前冲那个娜家很容易睡到很多人了然后接着技能还挺要打的 他两个大哥补崩了 他还有一点是什么死温在下午是无解肥但是他无解肥之后他得钻野他钻野 DS就逼他了 娜家其实是可以 顶住那个线加上线野双收的 其实要不就让那个DS肥一点然后再说打然后打打死温也可以单在那儿然后 让那个 毒鬼上去打链筋 然后再说打链筋